产业别是不是就蛮适合的 这成本化过了 成本做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呈现 当然成本小计是可以呈现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产业别 然后它的一个销售额 好 例如说我用横条图来呈现 摆成正方形 放到适当的位置 那这个成本小计是不是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这边成本小计 最好是放在这个的下面 好 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放的 刚是做到客户名称 做到产业别 差不多就这些了 差不多就这些了 好 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可以去玩玩看 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看 这个笔记型电脑 在台北地区的一个销售 我是不是就直接点这个台北地区 然后这边它是说 只有这两个人 一个是菜头英雄 这两个人在这个地方 然后主要销售给 销售给金融业 跟政府机关这两个客户 然后接下来 它在这个地方 跟去年同期的比较是下降的 可以了解我现在所做的这件事 所以主要就是说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如果是做成一个 就是说产品分析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去做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相对点选 我今天是看笔记型电脑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桌上型电脑 桌上型电脑 一样看台北这个地区 那业务人员可能就是以菜头跟英雄 英雄好像所占的比例更大 然后接下来差不多持平 然后接下来主要的客户 大概会有金融业政府机关 所以政府机关呢 可能在那个笔记型电脑 跟桌上型电脑 都是本公司的一个客户来源 好 所以产品分析 大致上先做到这边